EPSO 让智能手机更好用的秘密 随着微信加的好友越来越多 我们很难判断一些添加很久的僵尸好友 是否已经把我们删除 我们也不时收到好友群发的收费清理服务 但 EPSO 在这里提醒各位 所谓清理通讯录的服务 实际上相当于在他人电脑上登录你的微信 再群发消息 和你自己群发没有什么区别 还要给钱 更有密码安全和信息泄露风险 并不建议使用 那有没有办法高效又不冒着被对方知道的风险 轻松找出哪些好友已经把我们删除了呢 方法一 创建一个新的微信群 把需要测试的好友拉到里面去 此时如果有好友删除了你 那么微信群里将会有 某某拒绝加入群聊的系统提示 谁删除了你一目了然 只要你没有在这个微信群发言 测试完删除并退出群 那就神不知鬼不觉 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方法一次最多只能测试30个好友 邀请超过30个人进群的话 被邀请人会收到是否加入群的提示 那可就有点尴尬了哦 方法二 除了悄悄拉群 还有一个不会被发现的低效却实用的方法 那就是转账或者发红巴啦 如果你转账给好友 提示不是好友无法转账 那么恭喜你 你已经被悄悄删除了 当然 显示可以正常输入密码 那就是你的好友还在咯 发错微信特尴尬 这些聊天壁纸必须有 关注epso 回复好好聊天 即可获取高清聊天背景图和制作教程 再也不怕发错群